春节前夕 大家好好的来整理门面吗 那么近几年每到过年前 医美诊所就会出现了预约潮 国下医生也透露 来预约的男性变多了 命理老师张维忠来到医美诊所 要趁着农历年前 让自己外表更亮眼 国人对微诊型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就连男性消费者也不例外 新一代的电波拉皮 就是近年来相当夯的医美疗程 电波的话 它主要是利用一个高频电流的一个原理 去产生的一个高速的震动 那这个高速震动呢 就会产生一个大概55到65度的一个热能 那经由加热以后呢 这些皮下组织就会产生一个 紧致紧实与收缩的一个作用 电波拉皮 银波拉皮 麦川光或是进幅雷射 都是过年前为整型的热门项目 农历新年即将到来 许多民众也趁着这个机会 好好打理自己 希望能在新年一开始 展现新气象 过年前的一些热门疗程 比如说不动刀的微整形 或是电波 音波等等 都是民众喜爱的项目 那此外双眼皮 龙比 由于农历一年 过年期间有比较长的休息时间 所以这一部分也是有 越来越的一个愉悦情况 过年初就不新 带动年前医美市场业绩成长 民众进场修修炼方式很多 但要注意除了选择合格医师 还要详细了解疗程 才能够美美的开心 饮新年 记者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